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不能当我学生的上课 那边的生命的弟弟不能不管他 还有个老母亲 所以我说不亲就是什么经验 我只知道是这么干 我叫文丹云 今年57岁 1978年8月 参加工作就奉陪我在救世学校 因为我们这个村 是属于兵秘密的山村 又是贫困村 上个学期教学年代 我们这里交通很不方便 如果学生要到外面去读学的话 全部要爬山找小路 村里面的青藏里面都出去了 交在家里的是老人 或者留下儿童 我参加根治的时候 当时的学生人生 集中三百人 就二年以后到2000年前 我们学校当时 日本都是高级80到60年左右 2000年以后 把大学大学老师切掉了 就是因为学生小了 因为三二年级的 就要开始英语课 我不会叫英语 所以我们这个教学年 只办一年级和二年级 所以我就是隔一年教书 就是隔一年 再教一年级 我交到二年级的时候 我就把二年级送到明桥王小 以后我要再教一年级 就是这样子 将学生年 就是一直就是我一个人 在这个学学里面 就是序的学 还有什么都是 红的学 对 红的学 对 红的学 这一学期 是教教我们本校要二班的 恢复年级的 只有三个学生 这三个小朋友 刚刚从二班到一年级 三个学生都是留小儿童 他们都在学校附近 最远的一个学生 就学校是800名 每天都是他拿了送给了 小儿他拿了 在卡木头收过来接 经理的两个学生 我就是到小门口 分享一下 看他回家 这三个学生 我感觉成名 何不 可爱 刚刚于学 他们的学生 兴趣的还是很好 但是我真的感觉 三个学生里面 如果我叫不好的话 好像有一点舒服歌曲 这是我现在教的科目 要语文 社学 科学 道德与法治 音乐 美学 体育 尊敬是语文和授学 每个礼拜都是二十八十课 应该说 自小 现在的南山村 百分之双西 都是我的学生 在我教的学生中 我影响最新的是一个 这个小男孩的名字 叫横嘟嘟 他本来就是一个 比较合格的小男孩 但是爸爸死了以后 妈妈赶架了以后 他在学校里面 就心得很孤单 每当下课活动的时候 其他的同学都在操场上 做游戏呢 他总是一个人 堵在不情仰的角落里面 我发现了以后 小心我叫大卡 跟其他同学一起玩 再跟其他同学 打架火 我说你们要一起 跟他一起玩 好了 就变得鼓勃了 我现在为了给学生 还是有一点花啊 我是本城人 我就想 把自己学到的知识 传效给本城的小孩子 就是有几次 要把我聊到相机学校去工作 那是为了教育的孩子 为了教育的教育 所以我就放弃了 调节比较好的学校 就尽其留在这个边缘的 交通不方便的这个学校里面 我儿子和孙子 都是温泽院老师的学生 他在工作中 对于这个学生 对于这个家庭 这个国民 都是很大的帮助 对于全民 肯定也可以关心的 对教育上面 也是可以有赛品的 他把其实都交给我们了 他不如我们玩水 不如我们玩火 我有两个弟弟 但是我大弟弟 是还要多近 每个礼拜这两次特席 有时候他一生病 晚上生涯 一里面两里面 我都是送他到移民区 陪附他 我现在还有一个80岁的老母亲 全家的收益 就是靠我的公子 除了制造地的自病人 还要养我这个老母亲 然后回来以后很累 但是抓累 抓辛苦 我都会继续工作 一直要进行到 学校放学以后 我才休息一下 无论如何 我是不会耽误学生的学习 我就听说还要耽误学生 很小的以后 这个学生 可能会自然切掉 你本身没有老师 现在整个我们村 抓起了这两个 我们两个是同龄推手 有些上面的老师 我认为他是很难到这个地方 边缘的地方来的 在我叫他们的时候 应该是小巴小的 叫好他们 早上学会以后 这一个针籍手滑 有缘的人才 这是我对他们的希望